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天晴 中共二十大結束,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再次強調 不會放棄武力,加大軍事壓制力度等,引發各界的討論 軍事專家馬鎮坤認為,雖然中共軍隊近期是不會有對台獨舞的可能性 但台灣必須建立不對稱作戰實力,維持先進基本戰力 同時強化後備戰力才能夠備戰 台灣國策研究院10月24日上午舉辦了中共二十大國際與兩岸關係新常態座談會 聚焦在中共二十大焦點觀察和國際與兩岸關係新常態等主題 長年研究中共軍方動向的台灣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教授馬鎮坤 做出上述的分析 剛卸任的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前所長馬鎮坤認為 中共現階段並沒有對台灣實施主動武統、全面犯台的意圖 因為北京對兩岸關係的基調依然是和平統一 馬鎮坤舉例表示,從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發表的政治報告 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講話、中共建黨100周年講話 以及辛亥革命110周年講話等 在對台政策上均有和平統一的訴求 馬鎮坤認為,中共雖然現階段並沒有動武的意圖 但確實要求軍隊必須在2027年具備解決台灣問題的能力 因為對中共來到港,會加大軍事壓制力到 來迫迫台灣接受和平統一的提議 馬鎮坤說,中共犯台不會採取偷襲 因為這是戰略決定,需要啟動黨政軍系統總動員 因為和統和武統是屬於中共中央的一個戰略決定 到目前為止,它都是以和平統一作為主要的訴求 馬鎮坤指出,如果要採取武力統一解決台灣問題的話 這是一個中央的重大戰略轉變 中共一定要明白地宣示,需要中央政治局會議 甚至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意 因為涉及到不僅有解放軍而議 還涉及到包括黨政軍全國系統的總動員 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共政治局人士名單中 原共軍東部戰區司令何惠東直升軍委副主席 連跳三級,何惠東出身福建 是習近平福建派人馬 另一名軍委副主席,即是由72歲的張又俠族任 馬鎮坤表示,依照中共解放軍性質 當要對外用兵,政治的控制非常重要 兩位軍委副主席一定要有一位是政治幹部出身 能夠嚴密控制軍隊內部精神內部層面政治思想 尤其在對外作戰之前,要對基層官兵做嚴格的精神動員 這個也是在俄烏戰爭中,俄羅斯軍隊中未有看到的 很多道前線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是在這次中共人事安排上,並未有看到這樣的安排 馬鎮坤指出,何惠東、張又俠兩個軍委副主席 都是以實戰經驗為主 並未有看到要對外用兵的政治幹部 以控制精神層面出身的人出來 馬鎮坤進一步分析表示,未來五年 習近平對軍隊的要求是 加快軍隊建設腳步 而不是對外用兵 這是實現全面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要求 這是為什麼中央軍委副主席任命張又俠、何惠東兩人的原因? 也是中共領導階層、典型的和平和武力交叉的辯證思維 台灣應該如何應對? 馬鎮坤建議,面對中共的威逼 台灣要避免陷入決策困境 國軍備戰就是最好的備戰手段 不能因為中共未有主動武統的意圖就不去備戰 台灣需要堅實的民防而非民兵 確保戰爭爆發時,社會不會出現人道危機 馬鎮坤從三個方面說明台灣有效因應台海新常態的方式 第一方面是,台灣應該建立不對稱戰力 俄烏戰爭證明了,不對稱作戰 是弱者抵抗強者侵略的有效作戰形式 國軍必須建構不對稱作戰能力 例如取得可以發射精準制度炮彈和火箭的火炮 各項視距內精準打擊防空、反裝甲系統 包括可單兵攜帶、高度機動性的小型防空飛彈、反裝甲飛彈以及無人機等 第二方面是,維持先進基本戰力 馬鎮坤表示,國軍面對的中共軍隊的威脅 除了全面武力泛台之外,還包括在外島、離島和台灣周邊 海空域爆發有限度的局部衝突 以及中共機艦逼近台灣領海、領空外援等灰色行動 國軍面對中共軍隊不同程度的威脅 不能只具備在台灣本島和岸際進行視距內不對稱作戰的能力 還是需要能夠執行對稱作戰任務的先進基本戰力 馬鎮坤指出,尤其一旦共軍封鎖台灣 根據俄烏戰爭的經驗,美日、澳等國 可能只是提供必要的軍事援助,但不會直接派兵介入 國軍必須具備足夠的海空戰力 在台灣東北方最接近沖繩美軍基地的方向建立一條安全走廊 一方面使各國軍援能順利抵達台灣 另一方面也免許各國顧慮強行突破中共軍隊海空封鎖 可能導致的與中共軍隊爆發直接衝突的疑慮 第三方面是,國軍還需要加強後備戰力 俄烏戰爭證明,上臂部隊做台灣本土防衛作戰時 後備戰力是不可以缺的 當戰事持續進行時,必須有足夠的後備軍人 補充上臂部隊兵員的戰選 更要是有後備部隊負擔第二線守備的戰鬥任務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江宇禪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啊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鐘仔先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杯! Whis Republicans 很明火 粉紅 �� mixing ここ